火灾危险等级可以告诉您,一旦发生火灾,其危险性将达到哪种程度。 对您而言,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 因为等级越高,即说明情况越危险。 您应该根据危险等级来采取行动。 维多利亚州划分为9个火险气象区域。 每天都会播报每个区域的火灾危险等级。 最多可以预报4天内的情况。 最低的危险等级是中度危险。 在此类气象条件下,大多数火灾可以得到控制。 下一个等级是高度危险。 在此类气象条件下,火灾可能会比较危险。 请时刻准备采取行动。 最安全的方案是远离灵火风险区域。 等级为极端危险,市值火势将很快蔓延,情况极度危险。 请采取行动来保护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 如有途经灵火风险区域的出行计划,请三思。 等级为灾难性危险,市值一旦起火并持续燃烧, 就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上网。 遇到这种情况,应该离开灵火风险区域。 在此类气象条件下,房屋无法抵御火灾。 若要保证安全,动身前往更安全的地方的时间应该是 当天清晨,或者前一天夜晚。 了解您所在的火险气象区域。 从而明确您是否在灵火风险区域居住和工作, 或者出行时是否会途经这些区域。 要养成每天都查看火灾危险等级的习惯。 最安全的方案是,在火灾尚未发生前, 预留出绝对充分的时间,提早离开。 请记得留意警报信息,随时关注最新动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